两岸快评一起评一起评 大家好我是孟元 台湾地区自五月爆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可谓是乱象平生 岛内的疫情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疫苗数量也是严重缺乏 并且疫苗接种也是非常混乱 甚至出现了不少死亡案例 今年三月呢 台湾取得了首批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当时岛内疫情稳定 民众多采取观望的态度 所以施打率不高 直到五月本土疫情大爆发 民众施打疫苗的意愿才逐渐高涨 但阿斯利康疫苗扩大给老人施打之后 屡屡爆出死亡案例 引发民众焦虑 日前莫德纳疫苗大量到货 民进党当局也放宽了疫苗的接种对象 加上民众对莫德纳的接受度普遍较高 掀起了强打潮 7月2号疫苗接受人数因而创下新高 然而因疫苗缺乏且安排不合理 接种疫苗的现场十分混乱 让岛内民众苦不堪言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前岛内不少县市开放残疾预约 却因数量太少导致民众争抢接种 场面混乱 花联3号出现各接种站拥挤现象 上百人挤在活动中心门口乱成一团 不少民众熬夜排队 早上还得赛跑抢名额 有民众气得大骂把我们当狗吗 民进党当局一直大搞政治防疫 造成岛内疫情失控和疫苗缺乏 民众苦不堪言 岛内一家民调机构数据显示 5月6月民进党的负面声量 已连续两个月急剧升高 对此台媒分析指出 疫苗进口数量极度不足 自产疫苗爆发安全疑虑 纾困无法让所有产业如期结合等 是造成民进党负面声量上升的主要原因 中文字幕唯一 中文字幕唯一 中文字幕唯一